給換成雙穿或者是AD 就是靠普攻來打回來 看這個瑟雷西怎麼帶了 不然只是光靠著這個CC 然後想要陷入帶出風向的話 其實對於Wallock的這個操作 應該是有辦法 即使幫自己要被勾到的那個人上盾 完全癱瘓瑟雷西的3CC 看他的操作囉 開局 魚應該是沒有太大的動作 但是鱷魚偏下路凱特林偏上路莫菲曼 我居然對想要跟上一場的閃電狼一樣 來一個煞氣的 逆煞氣的這個叫什麼 就是偷紅帶逆逆逆的奇妙的打法 可是狗頭人就是站在藍buff外面 欸怎麼會這樣子呢 你都選擇了輔助來counter對面 然後你還要打逆逆逆 還是你覺得說你的輔助 counter對面的輔助 所以你覺得他們會打逆逆逆 你就先來個逆逆逆逆 既中既危險 男SGPING沒有打算要逆U這樣子 這有一點點奇怪呢 因為其實路歇恩的手長 跟瑟雷希的遠距離 還有瑟雷希的CC 雷尼克頓也要來打 這一個逆U 我覺得這有一點點吃力了 而且加上對面的打野 哎唷 出到了 這樣子應該是可以靠到龍女回家 而且這個時間點很糟 1分43秒龍女回家的話趕不上兵線 也許就不回家 嗯 這樣子很賺啊 龍女比較值得 慶幸的是他是選擇出一個多藍盾 但是不管怎麼樣 他一定會露一波小兵 這比較可惜一點 海德林不用打那麼久 趕快上線推兵6 這個狗頭人 目前仍然在 痛歐那隻藍buff 要花非常長的時間 哇 摩甘娜壓完之後 還抽空走去 飼鬼旁邊的超充 插了一根眼睛 來監測你新動向 狗頭人 你要去哪裡 等等 希瓦娜 要去哪裡 喔 這個是S3古典的 狗頭人加凱特林速推上塔 喔 不是 喔 所以是偷紅 喔 不 兩個人要偷紅 龍女在監看 但是其實不能怎麼樣 對 摩甘萊在旁邊 狗頭人也是有重機的 嗯 這樣子交換buff 這個你有開局 就要看說 呃 推塔的速度囉 李鑫有沒有被看到呢 因為李鑫吃完試鬼之後 中路球女壓這麼的深 會不會從背後 受到李鑫 一隻香港腳踢在背上 會不會有這樣子的gank 這樣子下路雷尼克頓 就很尷尬啊 因為下路 等一下他們可能會被塔殺 如果李鑫 的這個Q跟E 喔 來囉 你利用 摸眼做了一小段位移 是摸眼嗎 喔 對 他是摸眼 來了 繞進來 有眼睛 其實鱷魚看到了 這一波有大炮車 看這個雷尼克頓 暈的怎麼樣 或是位移的怎麼樣 看他怎麼點 看他怎麼點 上一場的悲劇 被刷到之後 選擇暈色雷西 色雷西 跳出塔外 李鑫交閃 三個人一起交閃 硬打出first blood 交了三個閃 打出來的first blood 我覺得價值 沒有那麼高啊 欸欸欸欸欸欸 我覺得還OK 起碼還有打到目的 接下來就要看 接下來就要看上路了 這根本就是 上一場的這一個閃電狼的 閃電狼的 呃 扣分版 因為他們只拿到三 兩個buff 對 沒有讓狗頭人自己 穩穩的把自己的 紅buff起手 是一個 簡易版的 上一場閃電狼的開局法 而且塔還沒退掉 然後龍耀被吃了 我最重要看這一個奧利安奈有沒有過去喔 他肯定沒有啊 我看他非常專心的在跟希克斯對線 欸欸等等 打到一半突然覺得打不過放棄了 因為鱷魚過來 這很尷尬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喔 上一場跟我們看著那麼親密的那個 對對對 上一場如此精銳的開局 下一場就讓我們知道 東施孝平 哈哈哈哈 我也會 只是 比較沒有做得那麼好 這個 這樣子一個開局呢 對於雙方來說 都 沒有太大優勢 差不多 差不多 對在可接受的範圍啊 沒有其實你就結果而已 你看那個 奧利安奈可以說是 all planned 我幹嘛過去呢 他們不敢打 喔 好吧 如果是用這樣的 而且比較好玩的是 上一場到這個時間點喔 他們是 拿下手殺的那個領先 200塊到300塊 但是這一場很神奇 就是賣補具人 對 對 這到底是一個什麼樣 詭異的概念喔 希格斯 那希格斯 Yasui 缺手 哇有100個人走到中路 然後又要吃龍 Ruio 好吧 太多回家了 來得及防守嗎 可以啦 這時候打龍很慢 然後 那我 Johannine 以及全線旅庫 完全放空 空 空城 孔明坐在城樓上 撫擎而笑 完了 呵呵 你敢進來 這太奇怪 不是阿 他們為什麼剛剛在龍集合 然後又有鳥獸傷了 as-sg 一看對方都沒有人 都recall了 那個龍區一個人都沒有 然後不敢打龍 這個難道就是中了空城劑嗎 四馬一倉皇退兵 哈哈哈哈哈哈 這一個問號 可能是擔心害怕緊張 但是我是覺得整體上從OB視角來看 你會覺得兩邊都沒有把事情做好 欸真的 雖然說我們是站在一個 全地圖open的情形 整體來講還是怪怪的啊 江西比西的話 像這樣子ISG的話就浪費到了不少時間 剛剛三個人集合在那個中路右邊 集合了一陣子之後就想說 算了不要好了 那邊就拖到了20到30秒 我覺得兩邊都浪費了不少時間 不過我還蠻好奇這個狗頭論的發育 他一直在上路附近這樣徘徊 還想來嘗試吃龍 不要吃到一半又退啊 這樣很尷尬的 繼續吃龍 這次冒陷隊依舊是毫無反應 我是覺得這一波沒有必要再三個人推上了吧 你們是想要十分鐘爆兵贏嗎 這一波再繼續推上的結果就是把龍讓給了ISG ISG說你看追我說all plan的 我明明就知道現在就可以安心吃龍 剛才為什麼要拚呢 好吧 你要這樣說我也沒辦法 好那麼接下來是要四人壓中嗎 還是想要支援上路呢 上路你看這個三人壓上他之所以說沒有必要就是 壓到現在其實也是 喔快壓掉了嘛 壓掉了欸 喔還不錯 已經來了喔 已經來了可是龍女沒有任何的C去擊 然後等級只有四人 而且沒有大拳 那麼這種狀況下來說 已經就能起到一個退的作用 對我覺得這個上場應該是可以推掉的啦 但是他們其實不知道射雷希的位置喔 在那麼深的地方要來一個三打三 有一點點風險 所以這個退掉我覺得是還OK的判斷 合理的判斷 合理合理 好看起來是又繼續推上 這上爆了吧 這上看起來就是一臉就是爆 好爆 曼谷軍隊成功的拿下兩座塔 可是ISG只是一個小龍跟一個下塔 奧利安娜成長是比較好一點 剛剛吃兵術領先一半喔 現在希克斯已經逐漸的追回了 這也要歸功於 ISG的這個輔助跟AD是有 欸 輔助跟打野是有過來幫忙 好的 曼谷軍隊偷到了 第二個紅BUFF 這一個還算不錯 對 自家的紅BUFF還在這個中 是 有 西哥說炸彈包 炸 阿你不是在等他炸完才要圈他嗎 為什麼他炸一半你就要礦他 我本來想說 摩甘娜要帥一個人 他肯定是要等希克斯炸完之後呢 對 在塔下把他給定住 結果完全沒有 是我想太多 對不起 是我想太多 兩個鑽 鑽完了 摩甘娜也過來了 摩甘娜黑水加上燈籠 套上奧利安娜套上球 給套上球 以後露西恩在緊要關頭拉到了燈籠 你不要跟我說他逃掉了 奧利安娜閃現以後 一個球就已經打死露西恩 於是轉了一個空大 轉了一個空大 轉了一個空大以後 是一個五人帶不下路 那時候ISG說 你又死發射了 我也救不了你了 但是我們要推中塔 第一個是 沒有必要五個人 撞火車 第二個是 打得也不是很乾淨 對 比較好笑的是 剛剛五個人下來 可是 娜瑟斯完全沒有做到任何事情 我覺得如果 剛剛他們判斷 稍微再仔細一點的話 娜瑟斯來手中 可能是個不錯的版本 嘿 娜瑟斯現在手已經很短了 他這個打WG 難道推不到下塔嗎 大炸彈一炸 沒有小兵啊 下塔推不掉 一陣尷尬 阿 這樣真的很尷尬 這樣子 這樣子一個五人團冠下路 然後 Double Kill不是說不行 但是 中塔被拔掉以後 自己拔不了下塔的狀況 真的是 極度尷尬 就是整體來說 玩有沒有賺 沒有賺到 東西 完全沒有 沒有 欸 現在對於ISG來講嗎 不是 他們經濟又平了 你知道嗎 喔 就是一種 一個 一個各種 沒搞頭 我這個情緒很難調適啊 上一場 上一場 跟這一場之間的情緒 極度落差 欸 真的 雷尼克頓 也沒有成長的很好 吃兵 說喔 李星踢到這個 有辦法 李星來一個神表演家 奧利安娜給T回來嗎 可是 新的失去的後面吃兵 沒有跟上 Q到小兵了 煞氣 一個Q2 踹的小兵 滿臉是血 欸 這個就是 直接沒有溝通好 1 希格斯不相信李星 2 呃 李星在T的時候沒有看希格斯在幹嘛 我T了 我T了 啊你怎麼沒有跟上 你怎麼還在下面吃兵 希格斯就說 啊我在這邊吃兵 啊你幹嘛踢他 沒有啊 他應該是 他應該是說 你以為我是牙樹喔 如果我是牙樹 你那個T我就跟得到啦 啊 好一陣很尷尬 但是比賽還是要繼續進行下去 摩根娜miss了一個Q 但是miss了一個Q之後呢 Q沒痛的狀態下 露西恩反而是 把E用掉往回拉 也不知道 就看不大出來在拉什麼 我比較擔心狗頭欸 狗頭 狗頭就是旺啊 我覺得狗頭這個沒有什麼好說 就是旺 他整場都沒有太大的這一個貢獻 除了一開始 上路是有幫助隊友 增加那個推線的速度 而且他被看整腹了 先被三角的眼睛看到 再被草叢的眼睛看到 這兩個草叢都會有眼睛 而且我說 我認真的說一句 就是你到底是蹲得出什麼東西 你到底是蹲得出什麼東西 你倒是教教我 你可能還會被對面countergank了 你就是一個狗頭 你到底gank出什麼東西 到底李星為什麼要那麼早飛出來 有的步驟好好做countergank 哇 哇 哇 問號 啊 圈到了圈到了 被他打了被他打了 喔 QQQ 蛇雷西等級5等 我跟他6等 莫非要塔殺 不是吧 不是了吧 這個 摄雷西 你不要看摄雷西 滴血他有三個控場捏在手上 不對他只有兩個 他沒有大絕 他只是四招東東按下去 其實你也是 搞定他的速度也沒有那麼快 何況西格斯正在虎視 單單準備往下路塞大絕 他們是三個人推線推上癮的 肯定是這樣 西格斯的大絕出來了 要打了嗎 沒有啊 路線也沒有 摄雷西也沒有上來控啊 嗯 哪這打 我知道這個納瑟斯是走一個 這一個 嗯 我不Q小兵 我不累積 喔 我沒有養成出去的好習慣 我習慣就是先把我這個Q拿來打塔 我知道啊 他的這個Q就是要拿來敲塔用的 原來是 走一個遠古的速推流 原來是推塔流 推塔流 納瑟斯 重死我這個W被NF不到500距離 那沒關係喔 我這個推塔的精神就是在於 1跟Q喔 我的Q也不需要去疊喔 我就只要Q塔就好 瑟雷西對著一個 明顯已經套好黑盾的摩甘娜 出了他的狗子 他可能是Lag 也是 也是 基格斯隨時有一種準備支援下爐的味道 龍女在故中 你們要在下爐待多久 這到底是想要幹嘛 啊有了有了 有了有了 脫龍脫龍 有了有了有了 這個 這個很 很像一回事 這個 這一個脫龍 但我沒說 哎呦 閃現了一個Q 然後 希格斯閃現躲過之後呢 是 李星在後面直聽聽的中了這一招 然後就爆掉 在李星爆裂的狀況下 曼谷劍隊 開龍 絕對是一個正確的判斷 呃 我覺得那個脫龍的這個判斷 有一點點大膽 1你沒有確定那個視野喔 2 其實你那個脫龍那個位置很危險 你知道他們三個人在下爐 還有兩個人在中路附近徘徊 你隨時可能被夾擊喔 嗯然後你沒有用粉眼來清除這個 看對面有沒有視野就這樣脫龍 這是一個嘗試喔 但是 有毒博性質的這種戰術 我都覺得不看好 對 而且撤的又不夠快 然後被摩根娜一個閃現逼到之後呢 希克斯交了閃現 但李星就這樣往生 那總而言之你都是要往生一個人跟掉龍了 你不覺得整個算起來 就希克斯就算沒交閃現 是希克斯噴的 其實結果也是一樣啦 至少省了一個閃現 對 女龍一定會掉嘛 怎樣都會掉啦 那死李星就是不能偷重擊啊 可是我覺得 剛才那個 那個 那個站的位置其實也偷不到就是了 就飛進去也是一個死 李星的發育其實還OK啦 但 都沒有帶到太多的這個風向喔 一方面也是跟中路的這個配合沒有配合好 李星 在15分鐘出了掩食武術鞋 也跟西藝長喔 我覺得很棒喔 他發育很好啊 只是現在這個時候來上路 有一點點難殺呢 但你既然來了都給他一點壓力吧 呃 小兵不夠多 也沒辦法 決定調去中路 中路又是好多人 曼谷軍人隊的 拖火車戰術又發動 李星 要表現了嗎 他毫無希望的勾 然後是 球女也是 小小底吸了色雷西一下 然後色雷西說 蛤 要來了要來了 要來了是這個嗎 你的要來了是這個嗎 不是啦 呃 發生了什麼事情啊 我個人對說他們的連線狀況 性有一點高 然後 但是斷線的是ISG的群雅 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麼 對 趁機做個說明 今天好像都忘了講這一句 就是你會看到簡體字 就代表他在新加坡伺服器打 新加坡伺服器會看到簡體中文字 謝謝大家 嗯 哈哈 那麼 就 啊 領回來了 希望比賽可以順利 我覺得 我覺得這一場來講的話 打的 我覺得情緒落差啦 就是回頭想想 其實 其實這也不算是太 太 太怎麼樣的一個比賽 就只是因為上一場太嗨了 對 而且他們一開始的這個參數都很類似 對 很像跟上一場找的太像 只是操作上面 比較沒有到 這麼的精彩喔 或是 有一雙方也是有來有往 大家都主要是 左中 喔這一個地方 這一個漂亮 終於來了 啊 飛出來之後呢 Q1Q2飛出來之後 摸眼 然後在閃現的一個飛踢 喔 將 丘尼給踢進塔內的隊友 跟上了傷害不知為何的 沒有辦法造成擊殺 反而變成了李星身陷 敵陣一個大逃亡 欸 即將要追殺的同時呢 摩根納一個Q命中了 追上來的色雷西 阻斷了ISG這波的攻勢 呃 剛剛那個地方 李星其實這個操作是還不錯 運用著他的這個靈活性 林家圈也踢到一個不錯的位置 可是隊友並沒有跟上 E 射雷西 沒出攻 呃 沒勾到然後也沒刷到 閃現刷並沒有刷到 呃就算刷到 其實摩根納是有這個盾的 所以 我覺得這隊友沒有配合到 比較可惜一點點啊 露西恩的這個大選手 是有打在球女上面啊 傷害 是有出來 但是沒有很完全 總歸一句話就是 射雷西的反應不夠快 嗯 我也是這樣覺得 這是新加坡 所以代表至少ISG應該不會有PIN的問題 對 ISG現在要怒推一波上塔好多人啊 鱷魚表示快跑 恩 那應該就是可以把這個上塔給吃下來 沒有什麼問題 對第一時間雷尼克頓就拉開了 所以就不需要再回去防 如果他硬撐的話 我覺得那個血量是有一點點 喔這個地方 好一個空大 空大之後 還是爆了中塔 但是李鑫 你這是個 二打三啊 大大 二打三 其實後面還有一個 其實是二打 其實是二打四啊 狗頭人被逼的大絕 這跟我玩李鑫很類似啊 我Q到人我就非常的興奮啊 完全不看小地圖 就直接衝上前去了 忍不住要Q2是吧 對沒錯 腳會抖是吧 不然你就像是一個白木型李鑫 Q出去之後然後馬上擦眼 然後再那個 飛來飛去 就Q出去 然後那個傷害根本就沒有打出來 還浪費一根眼喔 嘿類似這樣子操作 嘿 嘿嘿 嘿 嘿 嗯 剛剛那個李鑫的T 確實是一個 扎扎實實的失誤 就是沒有必要這樣子去 白送一條命 那反正其實是 除了他自己的頭之外 倒是也沒有掉東西 因為中塔就剛剛就爆了 所以 也沒有再被推掉其他的 地圖目標 然後小龍還有1分40秒 一切都還早 對 剛剛 死掉了不是 希格斯啊 曼格軍隊也知道這一點 希格斯 清兵的性能 還不錯 所以曼格軍隊 總是擊殺掉的離心 戰術上面也沒有辦法有所突破 哇 其實引秋手很肥欸 他還有四顆人頭 在遊戲快20分鐘 就要有兩件大裝了 這個 非常的 肥 經濟上是相當好 這球女四顆頭 整個到目前為止 冒券隊打出來的擊殺 通通都在球女身上 他還有190個CS啊 真的是神裝起飛 哇 這麼會懂 對啊 真切神吧 嘿 真的真的 不是因為 他其他的隊友都在亂跑 然後就是只有他就是很認真 我知道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 讓其他隊友在其他線路 給壓力 然後這樣球女就可以 好無 肆無忌憚 在中路 農得非常的開心啊 他現在裝備其實是非常的超越 啊 太小看曼格軍隊 對 原來是這樣 我果然猜不透孔明 這次要Camp龍嗎 龍還有30秒鐘 能夠Camp 怒Camp30秒嗎 威歐 他們這個提早Camp龍的行為 反而給ISG一個絕佳的機會怒衝中路 等等 洪師傅 攻他中路 這 這 好險來得及 來得及 好險 來得及 好險 來得及 把自己拉到一個更棒的位置 摩甘娜的球 並沒有Q到任何人 跟 西格斯發揮了 地形壓制的能力 然後 戰實體把曼格軍隊擋在了外面 但是 還是被走進來 然後被狗頭 被撞擊掉的小龍 這究竟是鎖為何來 然後BBTY 哇 這173之後 很肥的熊女 173 造成傷害有一點劇烈 所以ISG全軍撤退中 龍女不知為何的往前走 兩步被凱特林點死了 噢 這個地方 西格斯的屁股扭得很好 露西恩被凱特林的大絕 給打到 瑟琳把他給擋住 現在雙方正在拉打 球女有傷 BABY 需要趕快騎殺一個人啊 他自己是沒有魔的 有辦法騎殺嗎 有了魔 打到第一個人 可是血量已經超級無敵的了 站在塔前 一打四的結果是 慘遭了消盪 背後不知道為什麼有一個凱特林 凱特林理心上去 想要給凱特林 重重一腳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在空中 被凱特林給射倒 不過好像要在後面的路線跟上來 還是一槍 將凱特林的頭給射爆 最終交換2比3 比克基這邊有兩隻殘血逃脫損失 稍微賺了一點點 而且他們還重擊掉龍 整體來說這還蠻賺的 對 剛剛有一幕是 剛剛那理心死掉是被凱特林 那種王子給噴死的 成就解除 亡死你 要是會動的東西 亡死你 我覺得剛剛那些雙方打 其實球女的那個大絕 扭的非常的好 可是他們就欠缺於 球女剛剛是沒有魔力的喔 那張盃如果你要讓自己的魔力回來的話 起碼有一個這個助攻嘛 所以因為剛剛比較尷尬的是 對於允抽手來講 呃... CC有到 傷害不夠 所以沒有擊殺到任何人 所以曼谷救援隊要去深追的話 有一點點很危險 其實我也是覺得一方面就是 在這個等級 凱特林的攻擊力算是比較不夠 對 那個曲線有一點點平滑 他其實就算是 有點低落 對 他就算是已經嗜血到紅中到 你可以看到會戰中 他還是要一槍一下慢慢點 不然打不出傷害 這個地方有辦法偷到嗎 我... 嗯... 看起來... 短時間內好像是不會怎麼樣的樣子 上路又回去玩殺了 下路也回去玩殺了 中路... 中路狗狗在追求 中路的這個裝備差比較多一點 球女我覺得他身上應該還有一些錢 然後希格斯都沒有拿到人頭 只有兩個助攻 團隊經濟上面來講的話 曼谷救援隊推塔速跟小龍 比較好一點 這個地方希格斯 稍微發呆了一下之後 摩甘娜的一個... 希格斯跳完以後被摩甘娜吸大絕 只要閃現拉斷摩甘娜大絕 然後摩甘娜的一個Q不知怎麼地 MISS了以後 摩甘娜從後面上來 出了大絕 硬彈 但是沒有繼續去追擊希格斯 被李星踹一腳以後 互相彈撞 以撞球的手法製造了大量的傷害 但是球女仍然在場上 喔不對他已經死了 這一波是... BKT打的位置很怪 對沒錯 剛剛BKT追的太深了喔 所以使得希瓦娜也有一個不錯的進場空間喔 他剛剛是有鋪到兩個人喔 希瓦娜最重要就是在於那個開陣的點 跟他有沒有鋪到過多的人 因為你鋪到人才可以把你的傷害完全打出來 剛剛是有鋪到人的 而且曼谷救援隊整個就是追擊到太深位置 上面來講剛剛他們是有一部分 呃 呃 一部分是因為 他們是有被包夾出的 嚇死我也 每次我來怎麼都會出現這種奇怪的東西啊 阿森你還太嫩了點 怒嗆阿森 阿森你還早十年 拜託不要你們不要再互相磨練了對不對 我求求你們 我求求你們 好沒關係我們切到備用的OB 好 英文的頻道沒有關係 這個藍是要 讓給盧希恩 嗯 西格斯 西格斯 西格斯竟然是在下路清兵 喔他已經有來 剛剛還從敵人身上拿到了 剛剛還從敵人身上拿到了 球女有沒有辦法 在不被秒殺的情形下 不斷的運用他這個 短CD的QWE來做作發揮 大家覺得可以扭到很多人 相對於西格斯也是 丟炸彈的這個準度 決定了他們的這一個會戰的勝負 就覺得 我覺得盧希恩隊連續幾個會戰 打得都太深或是走位太奇怪了 不然其實 以球女的肥度來說 只要隊伍能夠把 以球女為中心 往前推進 讓球女 反覆的就是 消對方的 其實 我認為應該是要有優勢 對 我也非常同意 而且他們還有摩甘娜 這一個 三秒的 這個單體CC喔 所以 其實五個人 抓住好的時間點 將這個兵線 慢慢的給帶出去喔 這個地方有機會嗎 OMG 直接被炸死 這樣子一來 ISG 是得到了一個 推上路的好時機 對 曼谷學院隊在經濟上面有領先 可是視野上面 ISG 反而是佈置得比較好 而發生這種小小失誤 是我覺得比較可惜 對 曼谷學院隊像小學生放學一樣 三個人排一排走回來 路 排走路 對嗎你們 唉唷 塔前關到沒有任何的攻擊 那明明就是個AP Carry 塔前關到以後沒有任何人可以跟上做攻擊 白白放過了一個好機會 這樣就是讓ISG 剛好中路小兵也進去了 轉推中塔 這轉推轉得不錯 龍女十分害怕 ISG 借著 對面沒有AP Carry的情形下 上路摸一下 中路也摸一下 現在四個人來到了上路 正在點塔 有機會點掉嗎 球女已經跟過來了 但是是被西瓦娜給黏住 上路這個地方 路線交出了閃線 躲過了雷尼克頓的追殘 路線到底要去哪 他一個閃線跟隊友徹底分開之後 然後就沒有辦法再展開公司了 我覺得西瓦娜你怎麼在一個這麼奇怪的地方 你到底要去哪 在哪裡 在哪裡 不要隱藏 喔他們兩個又要轉推中塔了嗎 可是小兵超級遠的啊 我有看夜溫紅師傅切他中路就對了 這個 他們就退了 這個情形呢 喔原來是小龍重生啦 好 也還算是蠻有道理 小龍摸吃掉了 不錯不錯 所以剛剛西瓦娜才有那一步 就是先探路喔 理性不用擔心 我先探路 危險的路 我幫你開 原來不是切他中路喔 是走一個這個 經濟流 先拿小龍 原來還是這樣 剛才這個情景我想用一首歌來說明 就是轉身離開 有話說不出來 這個 就打一波然後好像打得頗為激烈 然後大家也是閃現交一交 招式交一交 打了一個七七八八以後沒有一個人死掉 然後大家都跑 好這個是炸掉了藍buff 還算是不錯 成功的偷到了這個藍buff 那他們看起來是很激烈的 什麼 什麼 真是一個 真是一個 剛好對方好無人的視野 真是一個相當神奇的判斷 龍女的下路 麥蒙被狂到了你的師生吧 攻擊線頭之後 龍女線頭 要幫隊友拿下 巴阿龍 哇 多多人來不及了 倒空 有辦法嗎 有辦法嗎 蛤 你為什麼要逃 為什麼要跑 你為什麼要逃 你到底為什麼要 透過燈籠來撈跑 那不就是踢死他的節奏 不是阿 同學 同學打了 這是個四打二喔 同學四打二喔 而且你們剛拿完八紅buff喔 對方很明顯的AD跟輔助 都在下路沒有要過來喔 我頭髮快燒起來了 我已經快要把我的頭髮扯掉了啦 我都因為這場比賽變成禿頭 誰要扶 我是你屍骨的要扶著 他沒有因為這場比賽也變成了禿頭 到底是為什麼 為什麼 剛剛那個到底為什麼要退 我一直在想說 是不是 我們都太淺了 這是我不懂英雄聯盟這個遊戲 還是他 我有沒有想說最近要去韓服修煉的 但我錯了我應該要去 去東南亞 嘿嘿嘿 不是阿 恭喜你踏入了八旗思考靈異的第一步 他們覺得這一定是孔明的陷阱 只見那個狗頭人雨傘關金 然後呢 那個 前面焚香彈琴 十分害怕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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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最多最多三個人 沒有沒有 那一個人還是 欸 是死了嗎還是什麼 沒有 還有一個人在中路吃兵 有一個人在中路吃兵 就是 那很明顯就是 最多三個 其實只有兩個或一個 我完全看不出來後退的理由 我完全一點都沒有 然後 四個人剛剛課完巴龍 狀態正好 他們還沒 他們又不是說吃完巴龍剩半條血沒有 他們每一個人都八成血一啦 那個絕對無論從什麼角度看都是 那個撤退都是有問題 絕對不是點燈籠 然後看到他然後落跑 絕對是四個人硬上 然後把他給關上 不然就把他點掉還不會這麼久 好啦 沒關係啦 那總而言之就是試著移椅 反而就是已經過了 就是一個判斷上的錯誤 來看看 ISG要怎麼樣利用 從巴龍Buff展開他們的攻勢 Hopefully 可是毛毛巴龍快消了 原來是巴龍攻勢 他們有這個巴龍Buff決定 差一個 1分 對 看起來是有有一個有一個進攻的可能性來了 龍女在推上卡然後四個人三個人推下塔 龍女繞著繞著鱷魚的 蛤 露西恩突然覺得開大絕消一下對方的血不錯 可是你們這麼害怕 好 我還剩下八分之一 炸出來了一點點 結果沒有 讓他一個C四個反打的節奏 我罵過去 結果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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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門清1 轉4 但是我不能打你哦 unm 情 這就是球女最尷尬的地方啊 不是啦 這個後面的人也不敢打也是很奇怪啊 沒有啦 剛剛他們只有三個啦 這個我可以替分 對這次沒有錯啊 可是我覺得 沒有我知道了 先嚇嚇他 因為我的球先嚇嚇他 我怎麼這樣都 好吧 巴龍包回家了 巴龍拿的仿佛跟美娜一樣 我覺得說我退了 我們就當做剛剛偷巴龍這件事沒有發生過 你說好不好 階梯 有眼呢 兄弟 不是啦 他在有眼的狀況下 喔不對 沒有 這是他們的眼 那是敵人的眼 但是他就是在敵人吃老 紅BUB上下想踢一個沒有踢到 其實他也沒有那麼大的失誤 就只是純粹是我們很想笑 就試試看了 沒有因為看看 因為前面的關係 其實本身這個東西其實沒有什麼失誤可言 對 如果他剛剛那是他裡面的眼 然後那個就是 可是那些曼谷決定隊的眼 這個是可以接受的東西 對 我完全可以接受 喔這個地方要打了嗎 唉呀 ISG有一個機會可以切亂中落 希格斯站的位置非常好 阻斷了這個曼谷決定隊的 這個也太切了吧 又是一個cut 曼谷決定隊全體 希格斯丟大絕啊 大絕 大絕 大 使用銅行中路 原來是聖母劍 對 呵呵呵 不是啦 我怎麼說是獵人啊 原來是貪婪之島啊 原來是聖母劍啊 我還以為是英雄聯盟呢 是集體傳送 Mass Recall 然後中塔就掉了 現在到底要追什麼 你們 拜託我求求你們出個那個競爭護符 好不好 好像曼谷決定隊 要追啊 不是 小龍 看得中好嗎 ISG 你不要鬧了 小龍 小龍最終落入了 ISG的手中 打開了一個會戰 圍著在前面一彈住 啊 球女到現在仍然在扣她大絕 似乎沒有找到一個比較好的時機 喔喔喔喔喔喔 門青衣西五 有機會了嗎 Double Q 再往前打 BBTY看起來也不行啦 再往前追 啊 CRAZY PI反殺了摩根納 再往前追追看 球女再往前追追追看 啊 不敢追了 是一個漂亮的門青衣西五 沒有欸 剛剛這個球女扭的這個位置非常的好 而且凱特琳的狀態也是不錯的 路線被逼到的那個小龍 那個洞口裡面 可是他們沒有任何的這個位移喔 曼谷居人隊在這一個地方 打得很漂亮 所以我覺得ISG在那個地方 不該吃小龍 吃小龍真的很棒槌 但是 我我一開始是覺得 曼谷居人隊你就只是取中路嘛 對不對 他往右側的話就被你cut 結果沒想到ISG竟然是吃小龍 完全是欠揍 可是其實曼谷居人隊在剛剛那個地方 其實ISG原本血量很好 可是因為這個球女真的是扭的太漂亮了 他的這個AOE完完全全都是有打在ISG上面 但是其實是一個三換三 所以在戰術上面來講的話 曼谷居人隊並沒有辦法有所突破太多 如果他剛剛是有擊殺掉 一方面是他們打架的那個位置 是在小龍 是在右下方 離他們要去突破戰術的這個中路 是有一點點距離的 所以只能拿一個外塔 那如果剛剛是ISG 呃 就是如果相反的調過來的話 他們是有辦法拿下這個曼谷居人隊的 中路水晶兵 你知道 但其實雙方的條件現在是差不多 就只差一個中路的這個外塔 看ISG有沒有辦法再 趕快拿下中路的這個水晶兵 因為巴龍已經重生了 在戰術上面一定要有所突破 太棒了 巴龍真的 那他有可能會在巴龍打一下 我唷巴龍有毒喔 說不定他們心裡還 已經規劃著下一個小龍重生的戰術了 小龍是嗎 我現在才發現你在算 原來是小龍啊 糟了又在跳槍下了 到底會怎麼樣發展呢 雙方的視野上面來的時候 我感到 那我院隊的巴龍視野比較有優勢 中路部分 是沒有塔 進居 我好痛 其實凱特林也發展得不錯 已經有四件大的裝備了 好痛 可是他們怎麼會沒有RE 嗯 嗯 現在開始是把球放在塔前 努力Poker 但我說句實在話 有希格斯在這裡 老實說中塔 這個希格斯的招式順序是錯的 老實說中塔 應該是摸不太到 欸 欸 你那裡家 龍女 他剛剛位子那個還不錯欸 對啊 他如果 他如果把人通通通鋪進去的話 應該還不錯 裡應外合 一個夾殺 喔 狼啊 怎麼可以到一半發現 巴龍 你不要嚇我啊 我心臟很脆弱啊 好沒有沒有 他們終於發現巴龍不太對 這時候打巴龍 完全就是 等對方殺你嘛 沒有話說 在希格斯的威脅下 還敢打巴龍的話 真的是 勇氣死了 好的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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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也缺乏的一個局面 好 龍女要去 波龍 插個眼 欸 不對 已經有眼了 那他到底在猶豫什麼 吃飽了三個步 你不是看到我 你為什麼要Q巴龍 又不是沒事耶 讓我看看 我知道了 他們可能那邊 設備不太好 欸 有時候會有這種視野的問題 怎麼可能 進去掃個眼睛 確定對方也沒有眼睛 然後由 色雷西的掃眼 帶出來的 針織效果 進一步的清掃眼睛 是的 現在是 ISG的陣型 非常非常破碎 就是曼谷軍隊的球女怎麼會在左邊 喔 如果這個黏到還不錯 來了來了來了 喔 龍王 往前 放棄了 ISG覺得 確實ISG的陣型其實是很碎的喔 而且上面這一塊的三個人 喔隊要被打掉了快勾 呃有一點點晚 就是確實他們剛才隊型不太容易整合起來 集合作戰 所以這裡放棄也可以理解 只是 球女受到的傷害是極度低 啊又被cut了又被cut了 現在是 反過來 冒陵隊只卡中路 火頭套了球跟加速之後呢 一股腦的往前衝 看 這一波小兵 清兵的這個速度 希格斯很重要 希格斯這招式 希格斯在太後面了 對 他的那個Q不能打在惡影上面 這樣清兵不夠快 不過其實 凱特你也沒有上來點 所以也就還好 這該不會用慢 加速了嗎 唉唷 柔爾路西沿著一個帥氣的前衣家大絕 打了 一敗一點 龍女的BD 龍女的BD 龍女的BD已經BD到冰影塔了 唉唉唉 不要讓他們屢扣上去斷 但我沒講 上去斷了 龍女BD快要成功了 他又一次 扛著鱷魚硬BD 這一個鱷魚因為 沒有攻擊中 只有1跟1站在一起 等等鱷魚居然 對 要包了嗎要包了嗎 今天有點尷尬 他們可能會吃巴龍 什麼 所以鱷魚沒有你龍女 龍女為什麼不動 喔 開鬼步了 龍女在等什麼 他斷線了嗎 左下角的螢幕 龍女 嚇死了 嚇死了 那是OD感覺 不要接 其實他是有在打 欸還沒打完 他要死 欸什麼 喔 這個雲若開得不錯 那有閃現嗎 他沒有閃現 剛才有辦法逃掉 OK 球女交閃 丟隔牆的球 喔 喔 這一個求你的隔牆球加 鑽此人 不錯不錯 可是這邊沒有AP carry 真的要打的話 對於曼谷巨人隊來講 有一點點抖 還好ISG呢 痾不對 ISG其實是有在被巴龍噴噴泉 蛤 輪到了 曼谷巨人隊 蛤不敢打 欸 為什麼他可以感動的讓巴龍往上面吐 巴龍在不噴中 到底有沒有要打啦 你有沒有在那邊一直給巴龍吐喔 好血喔 不然你是怎樣 你血量80%一下攻擊力有四倍是不是 好 又來了 我吃著龍 世界為之戰 對於那種 我知道了其實 GPL 這個也播了一段時間了 但是我看了這個比賽一年齁 我才知道其實小龍才是核心 原來小龍這麼的重要 這是聚殺城塔極少程度 縱使遊戲已經來到40分鐘 我們還是要對小龍有所存進 突然有巴龍了 因為對方吃小龍 然後離得太遠 剛好要recall 然後漫無巨人隊就有一個機會 來吃一個巴龍 但是李鑫在那邊已經是十分懷疑 打開門一看你果然在偷人 喔不是 偷巴龍 各種眼 有機會喔 這個有機會偷掉 哇有喔有喔 重擊成功 漫無巨人隊巴龍被偷 漫無巨人隊的巴龍 背進一番心機之後呢 全部都去為人作駕 現在漫無巨人隊有一股淡淡的哀傷感 我將我的女兒養大了 但是 最後 去跟別人跑了 等等不然你原本是想要走 呵呵 我也不知道 這場好難抱啊 真的很難抱啊 這是各種撥合邏輯 好 終於 抱了終於的冰營這遊戲 看起來是有點進展 上路也是一個蘿蠅的冰營 欸等等 龍女你怎麼在這兒 龍女的位置有一點點危險 而且看起來他到現在都沒有出大絕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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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沈下來的 不需要用大絕來落跑 反正正的狀態還不錯 應該可以再順勢推個上路的冰營塔 呃 冰隱 呃 這個冰隱也是有機會的喔 雖然說沒有小冰喔 冰隱是不是沒有包包包 欸有欸 對 因為其實是滿晚才掉 路西恩發出了一聲 上廁所的怒吼之後呢 呃 終於排放出了大量的子彈 然後向對方給逼 逼退 好 現在利用加速撤退 推完兩個兵營 吃完了巴龍 但是 就是吃飽了想睡覺 喔不是 就是一個狀態很好準備回家買裝 你信不信 對 我信 我真的信 我信 我當然信啊對不對 我覺得正常可能會打到60分鐘 看這樣子發展 我說真的就連可樂林補裝的次數都沒有他們多啊 那我很難計劃啊 包包 沒有 因為我跟阿倫比較熟一點 我可以隨意的虧他 欸欸欸欸 這一波 阿貓居然對不知為何的覺得 集中推個中路就是不可能啊 那對方 既然都是 直接recall的話 肯定是會來幫助 你們覺得有龍嗎 你們覺得有龍嗎 我又下腳走 沒有啦沒有啦 肯定是沒有的龍 他好像也沒有要 他要幹嘛 也沒有紅包 他要吃屍鬼啊 一個屍鬼 一坨屍鬼竟然要勞駕慢 我覺得對五個人來吃他 其實也算是尊榮禮 備受矚目 感到十足的誠意跟尊重 好啦 掉兩邊兵營 其實ISG只要 安安心心的呢 就是在下路等一分鐘 就是 可以等到超級小兵 通通灌進其人家裡 對 而且 對於爽推中下路結束 ISG來講 剛剛那個曼谷軍隊的那個上路 是推進去的 在沒有隨機兵營的情形下 發生了那種事情 所以等一下ISG上路會有一堆超級小兵 超級那一波要把握好對於ISG來講 不會 現在就在這裡坐著 坐著等結束 顯然是怎樣 上路現在超級多 超級小兵 八龍Buff竟然還有四分之一之九 還有一波 等一下就有四隻超級小兵要進去 這是非常的小兵 我路現在好痛 好 繼續在塔前 願意頂一下塔來 多消一點塔的血 因為有八龍Buff的狀況下 這個血很快就回得來 打掉了 龍路的部分龍女依舊是 毅力不咬 哇 加速之後上前想要硬抓 這個燈籠到底是要給誰 好 球女這一波 仔細到路西恩 但是也算是不錯 到路西恩 誒 這一個理性的一個閃現 一腳踢在黑盾上 腳很痛啊 踢不動 好 結束了 應該差不多要結束了 遜牙在這裡被球女打了一個聲音 一滴血死掉了 勾到了 球女把球女勾出來 好 算了 反正遊戲結束 恭喜SG